哈喽大家好 这是文艺 不知道大家在夜市人生的时候 会不会看一些特别的电影呢 反正我是特别显卡 虽然这种电影图个爽就行了 但在闲着时间的时候 我就会现 这些精精烈烈的男主演们 他们在作演一门之前是干什么的 于是我就去查阅了大量的学习资料 终于搞清楚了他们的生平 就比如我很注意的小哥哥 锦哭 他之前是剑母运动员 这时候虽然他改行了 但这个工作服务好像也没有什么趣 而且不仅是他 我发现日本的剑体圈 这是人才辈出 要说我的另一位箱头是谁呢 当时这 熊狗牙屎 他曾经也是一名剑美联务员 而且不仅拿过新人奖 还拿过各种快乐 可惜这些奖项并没能改成他拮据的胜度 于是在看到某个特殊的杂志上 在招募特殊的演员之后 他就主动去拍这些特殊的电影了 或者下一个箱头 黑棋也是无辞 比赛比不出什么输入 后来发现还是当演员赚钱 其实要我说根本就不用这么麻烦 还把自己搞得这么 操了 你直接在小鞋上开个账号 信不信一堆人上岗借钱给你 对吧 就咱们前有些人 就喜欢借钱给莫城 与其给那些骗子 还不如扶鼻家不救 不过话说回来 隔行如隔山 就他们那个演技 哪怕我是粉丝也没法变成 说到这儿 就不得不提一下死马里 代表人物敦志 听过他在电影里摆烂 也是因为他欠了推到的钱 这些都是被逼着拍的 不知道这个之前 我看他的电影 还以为是自便有问题 一批所怪的 我把音乐调到最大 刚才只能听到白皂音 而且我还为此付出了惨兔的代表 就是后来我去看 另一部电影的时候 应该是全楼都听到了 这段激情这个 除了这个剑体圈 日本的体育圈也不甘失落 剑成的作品 大家应该都欣赏过吧 他就是一名 货真价值的排球运动员 不过他吧 蠢是作学 他不是转行 而是坚持 就这样还拍露脸的作品 这不自得后路 果然被媒体曝光之后 只能道歉退意 第二枚的拍 只能隐退去结婚 咱亚兰也是这样 本来在体操界前途一片大好 非得坚持去拍电影 当然也像这俩是失败的 善始善终的运动员也是一样的 就比如原水球运动员永珍 他在退役之后 获得是相当之惨 开了家板售店 结果8个月不到就倒闭了 赔了1400万日元 大概80万人民币 不过后来在演艺圈 他收获了事业的第二成 不仅经济公司报答还债 连女朋友 也对他的演艺事业 都是大理事实 还有钱摔掉运动员 傻哉 之所以拍电影 失败了三千 带女朋友去欧洲旅行 但爱到这个份上 不知道你会不会羡慕她的女朋友呢 当然了 360号行行出装 除了健体轩和体力圈 日本的消费员也是人才对手 就比如这一般 但其实人才的不是她 而是她的同事 毕竟消费员不像运动员 曝光率那么高 本来坚持拍电影 是没人发现的 但是她的同事 偶然间买造了她的作品 于是就反手举报了她 信息量怎么这么大呢 说到底 这些人去拍电影 无非就一个原因缺钱 那拍这种电影 到底能够多少钱呢 据这位消费员所述 她平均下来 一部电影也就不到1200人 就这样她还拍的不像50部 后来发现没有 就是这种学习资料的标题里 经常提到的什么 格斗家呀 实用物运动员呀 现役消防士 竟然都是真的 不像那个小娘眼上 同一个人 一会是体育生 一会又是快递员 百编手应都没她百编 毕竟这种电影在日子是合法 如果你乱写职业 那都虚假寻除爱 工匠精神 他们表面上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但真正的任务是脉业 需要视频的关注张宋连 我是文艺 下期再见